对于中国现如今的交通法规来说 行人闯红灯的情况一直都是屡禁不止的 甚至于多地都出现了闯红灯人信息展示墙 但是依然无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还是有很多行人不顾安危的闯红灯 导致很多事故的发生 不过我们想一下 如果说行人闯红灯 司机急杀制动 却将行人吓得心脏病发作死亡 责任算谁的 谁应该负全责呢 其实按照正常的来说 司机并没有过错 因为他是完全按照正规的交通规则来操作的 看到有人闯红灯肯定要刹车 不然就算自己没错 还是要承担10%的连带责任 这一点谁都不希望看见的 再说了 如果因为司机的紧急制动导致行人心脏病发作 就需要司机负责任 这也是毫无根据的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司机因为行人闯红灯被吓得导致死亡 行人是不是也要负责呢 如果按照这个道理来说的话 那还需要法规做什么呢 法规讲究的是公平公正 但是如果需要司机负全责的话 那就是偏袒 毫无公正可言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假如我们家出现小偷了 我们去制止他导致心脏病发作死亡 难道说也要需要我们来承担法律责任吗 这是毫无根据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司机应当不需要负责任 这才能够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